你知道美國嗎? 我其實還蠻驚訝 你還蠻驚訝的 你還蠻驚訝的 當然台灣 我可以看到我們有很強的關係 歌手陳芳宇出演浪漫愛情劇嗎?等等仔細一看 男女的角色名稱竟然是台灣跟美國 台灣!我可以解釋 我的天啊! China把你的臭丫頭脫掉了 喔!嘿!China 不好意思,我的名字是Taiwan 當然,China 原來這是原本正在經營Podcast的百靈國news 雙主持人Ken跟Kylie 全新打造的英文脫口秀 設定從地下電台傳送自由之聲 用詭諧方式 講解現在美中台三國的複雜關係 我可以改變 你必須給我一個機會 影片上限不到三天 就有將近9萬的觀看次數 有的觀眾來笑一笑打發時間 但有人或許是認真要來學習英文 現在不少民眾都會利用通勤時間 來用手機看YouTube或者是聽Podcast 就有的人利用這個空檔來學習外語 對自己有興趣的一些方向去學習外語 或者是他們教的一些單字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好入手的方式 我覺得在聽的方面 會比較有顯著的成長 Taiwan has been really lucky 你的公共健康公司 做了一個很好的工作 這兩年的關鍵字 幾乎可以說是疫情兩個字 經營英文教學YouTube頻道的阿滴 看準這主題 訪問AIT處長孫小雅 全英文訪談 專有名詞跟日常用語都能學到 現在想學習語言似乎不像先前一樣 找學費坐在教室裡上課 利用手邊現有資源也增加動力 TVBS新聞黃冠偉 尋庭台北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全新YouTube頻道TVBS 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小鈴鐺